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小本本持有者三喵,今儿又持猫上岗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看起来很学术的话题叫什么呢 赞米亚,这个东西最早是荷兰学者申德尔在2002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您这一看啊,这个赞米亚是伊尼,他这个阳文是这么写的 他这个啊,这个在缅甸图语里面,这个叫山密是人民 而这个A表示什么什么地方的 所以这个赞米亚,咱们就可以理解为山地里面的人民 哎,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 不仅是作用在东南亚地区 讲赞米亚,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 咱们经常说秦始皇啊,这个一统天下之后 那天下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其实远远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个赞米亚,他这个山区里面 这些民众啊,其实他对于中央王朝 不管这个王朝都是在长安,还是在洛阳 他的这个归属感都是非常非常弱的 所以说中国后来的大一统王朝 有相当多的地方,在相当多的时候 都是处于这样的赞米亚状态 我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 对这个,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个 大家如果想看中国的历史 他的这个地图的话 首推啊,这个谭其香先生 主编的这个中国历史地图集 您就看那个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 汉朝的时候这个扬州啊,礁址啊 这些地方啊,包括益州 你看就根本没有 就是他这个地方黑色的地方啊 黑色的地名是当时的地名 这个褐色的是现在的地名,你看益州南部 这些地方当时是基本没什么中原王朝 甚至包括比如刘备,刘产 他在成都建立的那个蜀国 蜀汉政权在那里是没有什么象征性的存在的 东汉和三国事情 你比如说这里什么民谱部这些地方 您看这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中央的政权 那比如说咱们提到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经常会提到百越 对,这些越人啊,他就是在这些山地里面跟中原的这个认同感非常弱 所以说您看这个地图里啊 您看这个地图里,虽然您比如说这个汉朝啊 你说这东汉时期全都 哎,这全是这全是汉朝的地方 对吧 但是其实我想说 如果说这个颜色应该是桃桃色是吧 嗯,比桃桃色的淡一点的 这个桃桃色啊 桃桃色这个代表东汉的话 其实这个桃桃色只有这么大一点点地方 剩下的这些地方都是白色 都是白色 这就是赞米亚 这些地方我名义上归顺你中原王朝 这些地方都是白色 都是小尾巴色啊 就是我名义上归顺你中原王朝 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有自己当地的自然秩序 有自己当地的封建秩序 那么在这些地方 这个天高皇帝远 那这个说了不算 但是为什么要名义上归顺中央朝廷呢 因为我想说的是中国这种大一统的政权 它的天性就是要把这个传统的中国地方 要给完全的管起来 他们为了消灭这种地方的赞米亚实力 这里就是赞米亚跟他相对的是中央朝廷 那么中央朝廷为了消灭这样的赞米亚 可以不计一切代价 我们举个案例 你比如清朝的时候 直到清朝这些地方很多 其实也都是赞米亚地区 那么乾隆皇帝什么争大小金川 什么争这些地方 他可以为了消灭这样所谓的赞米亚秩序 而去耗费很多的国力 直到把这些赞米亚完全消灭为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地方的赞米亚部落酋长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中央朝廷很多时候 他是要算政治账的 他不会算别的东西 他就是为了自己所谓的皇权永务 而且要掌握一切 他自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赞米亚的酋长们可以表面上归顺中央朝廷 这就是这种赞米亚 那么中国你比如说很典型三国时期的政权里面 我们说这个我之前看到有人应该是在知乎上问了 他应该问问题的态度非常的严肃 但是这个问题的严肃程度 跟这个问题的弱智程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说这个三国的时候为什么东吴打不过曹魏呢 东吴难道不是有这个上海广州香港吗 然后有人说那曹魏还有雄安新区呢 其实这个东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赞米亚政权 他的首都建康也就是南京 这附近可能有一些繁华的大都市 也就是这个地方被中央所谓的编户齐民 也就是说从这个民众里面去汲取很多很多的劳动力和这个财富资源 但是你只要一出南京城就在离南京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丹阳 丹阳这个地方现在在镇江边上 江浙沪很发达的沪宁航城市带 但是在当时丹阳兵 那个是好勇斗狠 而且是战斗力非常彪悍的蛮夷不足 你就可以想象即使是在东吴政权建都南京之后 南京城外不出100公里的地方就是这样的赞米亚世界 而东吴的将领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 去围剿山岳人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山岳 就是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过去曾经存在过一只叫百岳 他的各支 这些山岳啊 就是一些躲在山里的赞米亚部族 那么东吴的将领对他们进行了数次围剿 咱们看那个三国制的吴书里面啊 这个吴国的这些将领们每一次很多时候去找 军工去给自己的部队壮大人数都是干嘛 进山去围剿山岳的 你看那个游戏三国制十一里面啊 他也是在啊 你在这个里面动不动 如果治安不好 蹦就蹦出来一群山岳兵啊 山岳兵他拿的是挤 战斗力也不弱 那么这个山岳就是赞米亚 那么东吴和蜀汉政权到面临的就是一个赞米亚 因为蜀汉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吧 在成都这个地方 画的不是很精确啊 那么他能控制的只有成都盆地这些地方 那么剩下的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是赞米亚世界 不管是蜀汉也好 东吴也好 为了能跟曹魏相抗衡 他必须要把这个赞米亚变成编户齐民 所以我们说东吴是在不断的对山岳进行进军 甚至啊那个教科书里面历史教科书里面有一个案例 很早就被说成是这个台湾是哪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说孙权老早就派将军魏温去派船队到到台湾了 干嘛呢 去抓这个地方的赞米亚民众以资当兵啊 对不对 这个东吴灭亡的时候啊 呃 人口240万人士兵50万人 这其中这个山岳啊 如果你把吴书里面这个东吴的这些将领呢 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家庭 会发现这240万人里面有50万人是山岳的赞米亚被编户齐民了 而这50万人的军队里面有10万是山岳被改编成了这个东吴的国家军队 与此同时蜀汉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不然你以为诸葛亮那个七秦梦获是干什么 当然我们说七秦梦获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情形 但是由此可见 诸葛亮为什么要去评这个云南啊 你看出示表里面有南方以定兵甲以足 你看南方以定和兵甲以足 他有时间先后继承关系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就是我把赞米亚地区的山民给变成了这种编户齐民之后 那么对于中央政权来讲 我能够掌控的资源是更多一点 那当然你要说这个蜀汉也好 或者说东吴也好 他们为了对抗强大的曹魏 他不得不把这个赞米亚这种山民 或者云南地区的蛮荒民族去给编户齐民 那OK 但是在大一统王朝的时候 所谓的大一统王朝的时候 那么这个长安洛阳的朝廷 他没有那种你要跟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对抗的压力 他也是想办法要把中央的这一套行政体系 编户齐民的行政体系 把它推广到这种赞米亚世界当中去 最典型的汉武帝 那汉武帝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夜郎自大 那夜郎国就在这个地方 贵州这个地方 那我自己在这个地方待着 夜郎国国王 这是个典型的赞米亚 不过我说 我好好的 对不对 OK 夜郎国以汉熟大 我是不知道汉朝跟夜郎熟大 因为这些隔着这种崇山峻岭 我有一次坐火车去到云南 应该是走的是从贵州到云南的铁路 真的是一路上全是崇山峻岭 那种时候 如果没有现代交通 你要过去 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夜郎国军发出这样的疑问 非常正常 当时夜郎国 汉武帝就觉得不爽 一定要去发兵打下来 这个地方去治了一个郡 桑科郡 而且啊 这个汉武帝在这个 不但治了桑科郡 还去打百越 就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想了这么多 这个赞米亚 它其实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那么有人说 那这个对抗中央朝廷不好 不一定 这种自发的秩序 那么我们说 中国的这种编户齐民 这种大一统王朝 我们也说了 你长则两百八十九年 应该是唐朝 短可能就几年 就要当即重启一次 一旦重启一次 那就是生民涂炭 民不聊生 曹涛说 写的那句是叫什么 叫那个生民百一一 念之断人长 对不对 白骨路一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些赞米亚的秩序 那就能够于乱世当中 是一个温暖的漂泊小稿 不然你以为陶渊明的那个桃花元祭 难道不就是一个赞米亚吗 甚至在魏晋的时候 很多的世人去做乌宝 对 我之前在巡迹讲过一些乌宝 那个乌宝 难道不就是有意识的从编户齐民 退到赞米亚吗 对不对 那再大一点 秦末天下大乱 那么你在中原地区 那就是倒了大美 那么秦朝派往潘雨 岭南的军队统帅赵陀主动的把自己给赞米亚化 形成了南越王国 保了一方水族的平安 谁又能说这个赞米亚就是完全不好呢 当然这个赞米亚在这个直到清朝 咱们不要觉得 你看那个地图上 汉朝 这都是汉朝的地盘 这都是隋朝的地盘 这都是宋朝的地方 直到清朝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是赞米亚 你比如说云南 你看这个清朝在云南 它成立的什么宣位司 明朝土司宣位司 这其实都是一种对赞米亚秩序的这种默认 而这种赞米亚秩序跟帝国的这种所谓的 黄悬独揽这种秩序 在这种地方是不得不共存的 因为即使皇帝想要把自己的黄悬推到无限远的地方 你越往远推 你的代价就越大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向赞米亚低头 对吧 清朝的时候 那西方版纳这个地方 版纳这个名字 本来就是当地的国王 把这个土地分成12个版纳 然后让当地的人给这个当地的酋长交税 就是一种地方自发的这种秩序 那么西方版纳这个地方有一种特产叫普尔茶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是玩这个东西 喝这个东西 普尔茶的采摘是这个山上的居民 那就是普尔茶这个东西 清朝的时候 这就非常典型的赞米亚秩序 那西方版纳那个群山之中 当时的规则是什么 这是一种自发行动的规则 强者居于平地的这种低地 戴族和汉族 而弱者居于高处 西方版纳有那个六个山是产普尔茶的 这六个山有好几个名字 比如说什么高处居住的地方 什么蛇蝎居住的这个地方 都是这种地方 那这种赞米亚高地山上的居民 我负责把茶叶给采下来 但是这个发售 包括这个普尔茶给中央朝廷去进贡 那就是底下戴族和汉人 他们这些人自发的充当了赞米亚世界 跟编户齐民世界之间的这种媒介 所以你看中国的历史 咱们总会觉得这个黄泉 你像朱元璋这种所谓的雄才大略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把黄泉给攥得死死的 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赞米亚还是在顽强的生存着 直到二十世纪技术 修路什么的 这样的赞米亚世界 才慢慢慢慢的从中国这样的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退上 所以咱们经常以为中国这种大一统王朝有这么大 其实不是 可能能掌握的地盘也就这么大 其他的地方全是赞米亚 这个可能才是历史真实的状态 好了 今儿关于赞米亚这事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拜拜